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聪 我这边有一个观众 他就问了 阿珍他就问了 其实铝土矿是有害的吗 还是开采的过程才有害 您可能可以跟他解释一下 我稍微以不是专家的这个口吻来解释一下 不错啊 其实你也是公正党环境局的主席 是 尽量的 那么铝土矿它是一个含铝的矿物 它平常是静静的躺在这个地底下 你不动它是没关系的 但是当它开采的时候 当然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空气上 还有这个它暴露在空气中 那么就很容易的会去 怎么说叫微粒 这个微层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那么与此同时呢 它排出的这个我们叫矿尾 在挖的时候它有其他的矿物质 然后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元素 如果没有妥善的去管理的话 最终当然就是排到河流去 然后河流最后再排到大海去 那么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的话 刚才提到空气会污染 那么水源也会污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刚才明慧也有提到的就是 这个地值在挖矿了之后 没有做这个复原的工作的话 其实它的首尾是很长的 不是说我把这个铝土矿这个地挖了之后 我再铺回一层这个肥沃的泥土 我就可以跟踪 不是那么简单 它自然修复需要超过百年的时间 才可以恢复到自然的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挖掉的那些地方 一百年内什么都不能做 不能够跟踪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 等它自然修复的话 没有一百年 你是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改善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我想赚到的盈利都拿来 是啊是啊 所以我认为肯直明的一些想法 是比较短视的 是比较短视的 他们没有看到未来 他们只看到现在的这个距离 对他们眼前的那个 对对对 这是蛮悲哀的事情 是我们有听到一些故事吧 不知道明慧有没有听到 就是有的肯直明拿到一笔钱 很快就花完了 然后现在他的地又不能够跟踪了 所以他现在去做这个保安人员 那非常的让人无奈 很唏嘘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人通常在天降横踩过后 一下子都会花光光 好像中头奖 是啊 没错 对对对 OK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明慧那边 刚才这个建崇他提的那个故事 我蛮有趣的 可能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你那边采访接触那些肯直明 除了我们知道说星球日报有报导过 有一位这个肯直明 他就真的不为巨款所动 就坚持不卖 他的地坚持不卖 然后他当中的故事也蛮好的 可能你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今天我到那边采访 其实也是有些肯直明 也是 怎样说 就是说他为了可以让 继续他的下一代可以继续有这个 持久性的这个收入 他们都不把这个土地 都借给这个所谓的土地放上 他们主要原因是觉得 如果我把这个土地给挖了后 我的下一代吃什么 他们是一些人是真的有所谓的不为钱所动 但当然涉及在当中 因为钱才快 要赚起快钱的人也蛮多的 就是所谓的不要一百万两百 如果他们是数目的原理还是什么 我不清楚 可能如果是给的更多的 我觉得他们愿意把这个地坚持出去 是 这个我们回到来见从这边 是 我们知道说您也在这个 彭亨那边成立了这个 反旅途矿污染行动组织 简称叫Gram 那么在这个组织成立 成立之后到现在 你们有什么发现了吗 还是有什么行动了吗 可能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的行动真的是 是从年头开始 就不断的有这个抗争的行动 是 从一开始这个旅途矿的开采 一出现问题的时候 首要感受到冲击的都是 先从这个运输开始 就是 因为运输是民众感受到的 采矿 矿地上没有住人 他们就感受不到 所以运输的时候 带来的这个尘土啊 污染啊 安全的问题啊 公路的安全之类 就让 还有这个罗里就 摆放在这个住宅区啊 就让很多的人就 就很反感 而且很担心 那我们开始就有这个行动 首先是 先有这些成交备忘录啦 抗议啦 然后到这个 在MPK的大操场 就是市议会大操场 我们也举办过一个 大集会 那么 过后 还是没有改善的话 就有民众 开始 采取比较激进的这个行动啦 比如说 赌马路啊 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不止一次了 我看至少上十次了 是是是 最近一次也上了报纸 最近也都还有 那么 当然是 治标不治本啦 你赌这条路 他就走另外一条 但是 表达出的是 居民的这个愤怒 愤怒之中又 带着这个无奈啊 那么后来这些备忘录 我们也成交给 真的非常多的单位啦 明治也收了过千个 然后交了给这个土地局啊 这个 周五大神交了两次啊 那么 也交到这个国会 但是 很无奈的是 自知不理啦 我想 他们是自知不理 完全没有给你回应 就拿国会这个例子就好啊 最近十月 我们到国会 我们在一个星期内 收到两千多个 这个 情愿书 就是Partition 我们通过这个 议会的这个 常规喔 其中一条要提成这个 请愿书 请愿书 这个东西跟平常的 这个议会常规不一样 因为在英国 如果是请愿书 哪怕只是一个人喔 他都一定会受理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民众亲自签署的一个 请愿书 而我们收到两千多个 但是议长以一句话说 有超过一位国会议员 提成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辩论 就这样打发掉 是吗 然后后来 议长还加了一句话 我在现场 我记得很清楚 他就说 这个事情 你说刚才超过一位 国会议员提出 有提出 我相信除了 官蛋的Fauzia之外 还有谁呢 我想别的可能是在 国会内 国会辩论的时候提出 他讲的有点模糊喔 但是也可能包括 包括Indra Maghota的国会议员 就是官蛋旁边的国会议员 Dok Fauzi也有提出 或许有一些国政的议员 也有提出 他就以这个理由轻率的打发掉 然后再加一句 他说政府已经在处理这个事情了 那么就让他继续处理下去 就没办法去辩论 制造更大的这个议论 这非常可惜啦 虽然这个红土的污染是什么讲 关系大众也必须要及时处理 是是 签名的两千多个名字 有的是日夜受到这个 这个泥土矿的这个污染所苦的 有把这个孩子送去学校 遇到这个污染的问题 孩子要戴口罩的 那么有老师跟我要求说 他的学校可以不可以换这个 Filter这个绿水器的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大家都有这个时间 跟花这个精力去签署 但是最后一句话被打翻掉 我觉得不合理 非常的可惜